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汽车管理系统和电视管理系统等领域 Coker在全球有四座工厂 工厂的屋顶全部配备太阳能光板 同时有配备储能系统 可以覆盖工厂内50%的生产用电 同时Coker有投资储能相关的公司 在中国和东南亚地区有部署储能系统 为中国的双碳计划贡献一份力 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从汽车大国 变成汽车强国的必经之路 同时也是国家的能量战略 2022年我国的新能源汽车销量为 688.7万辆 其中出口为140万辆 渗透率为22.6% 提前完成了新能源汽车产业规划 2021到2035中的2025年的阶段性目标 同时国内的新能源汽车企 已经完成了品牌的成长之路 特别是蔚来汽车 理想汽车 可以跟国际化的汽车品牌同台竞争 伴随着国内基础设施的建设 国内的新能源汽车的发展 速度会越来越快 越来越好 目前Coker遇到最大的挑战是 人才和产能的挑战 Coker在2022年成立了战略人才部 在扩大招聘的同时 建立和优化了销售员工的 职业发展规划 关于产能 Coker2023年在安徽新投资了一座新的工厂 总投资额在1.5到2亿 预计在2023年底完成 ISO 9001 14001 IATF 16949的体系认证 同时完成批量化生产 届时会缓解产能的问题 2024年 Coker在继续深耕汽车行业的同时 会在工业 消费 光伏 大数据AI 加大投资和销售力度 保证品质的同时 为客户创造价值 为全球低碳环保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此次展会涵盖了集成电路 汽车电子 新能源 电子源器件等 Coker所在的5.2馆 吸引了众多的国际化厂商来参展 今年同时是汽车行业很卷的一年 在国展化的背景下 展商更多的有了中国品牌 和中国制造的面孔 慕尼黑电子展提供了一个行业的交流平台 促进了同行的业务交流 合作共赢 不断提升了国内的半导体 新能源 人工智能的技术水平 同时一起推动了整个行业的前进 和中国制造业的蓬勃发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